两派人马在街头互殴 双方边打边叫嚣 一名女子眼见情况失控 赶紧跑向目击民众求救 被眼前大乱斗的景象吓到 女子拜托目击民众赶快报警 因为这两帮年轻人 不但拿着安全帽狂殴护杂 另外两名男子 把对方打到倒地不起 接下来又跑到大马路上扭打 但警方接获通报赶来 双方已经坐鸟说散 在昨天11点30分左右 在本辖的一星跟林森入口 双方人马因为互看不顺眼 那引发一些街头的斗殴 警方表示这两派人马斗殴 是单纯互看不顺眼 不过目击民众说 当时是一对情侣跟朋友相约唱歌 因为女方迟到 情侣发生争吵 没想到接下来 就导致两帮人马互殴 很离谱 很恐怖 喝醉吧 她们是喝醉酒 喝醉酒就赶快回家了 两派人马街头斗殴 让人看得近乎连连 还好没有波及到无辜民众 造成更多伤害 记者蔡霜及陈昭谷 高雄报道